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通知我明天下午问责 问什么呀 就是阿迪案子的法务调查 你说我去不去 去呀 不去的话不是便宜了严若周吗 那黑锅更你背了 那以后怎么办 该怎么办怎么办 咱们又不怕 明天我陪你去 好 那明天先去医院 中午从医院走 好嘞 杂车的你认识对吧 算认识 徐天是这两个字吗 差不多吧 音是一样的 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我公司一个下属知道 他们俩是男女朋友 叫什么 赵子慧 怎么回事 你自己看 她是什么人 我公司的 同事 来 在这儿签个字 有赵子慧的电话吗 有 这是她电话 监控录像我们会再确证一下 排出所明天会找赵子慧 还有徐天 一般情况呢 就要看你个人的意愿 大多数都是 调解 够立案吗 损失是够了 如果监控录像里面 它是恶意的 可以立案 好 我随时配合 好 来 调下监控录像 谢谢 立案 徐天咋的 他找你做什么 找你 说你把赵子慧给打伤了 没有 小流氓 让他这要代价 我没有打他 我怎么会动手打人呢 不过确实是因为我在受伤 我都轻了好大一块 那是你的事 砸的是我的车 两件事连在一块 你什么意思 立案是要坐牢的 搞不好也得一年半年的 笔录我已经做了 自我也牵牢 往下的是法律说了算 你上不上去 乔妮刚才通知我 明天到公司 接受RD项目的问责 不是已经都问过了吗 问赵子慧 要我在场 你跟赵子慧还是没有谈好 也是 谈好了就不会把人家弄伤了 听天由命吧 杂车法律出了算 RD法务出了算 是 下来走走吧 来慢点 小心嗯 昨天晚上一回来 就进了急救室了 今天早上刚催出来 刚刚睡着 来了 奶奶 奶奶 许天也来了 来了 困得不醒 我想睡觉 妈 你就睡吧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我记着上次在小花园陪奶奶散步 你给我打通了一个电话 藏在我上衣口袋里监听我 生怕我把你的鬼把戏结出来了是吧 什么鬼把戏 在上海有男朋友 有家 有房子 现在不是都有 有些事情啊 他说着说着就变真了 对吧 知道我从小最讨厌那种人吗 我记住 对吧 油腔滑掉 异想天开 做事啊从来没有计划 且无情无义 你却讨厌哪种人 黑白领 白领 假装精英 挣得不多却装腔作势 连上个错所还得实现安排好 哎 且无情无义 原来我们都是对方最讨厌的那种人 太奇怪了 你喜欢哪种人 以前我也没仔细想过 现在我知道了 你 我是你讨厌的那种 好吧 咱不说这些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啊 前年 前年十月 二号 你怎么知道 真的假的 我随便猜的 我也是前年十月二号来的上海 你一个人 我跟我妈 那当时我们认识多好 这可不一定 不一定比现在好 一切都有安排 我妈也说过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还挺想她的 我妈呀 你不是应该怕她吗 其实阿姨对我挺好的 他得贴 他得贴 我 我 我要看自己的 外滩搜狐是吗 是 谢谢 我们过去 奶奶醒了 又睡了 醒了就说了一句话 什么 看外滩去荣城 他这个样子怎么能动啊 不能动也要动 总不能 荣城可以不去 外滩肯定要去 严总 你们也知道这里啊 问了一下 公司的人好像都在这里吃 对 坐 坐 坐 严总 星期天也上吧 老样子 老样子 几个沙拉 好 能坐一块吗 方便吗 可以啊 严总 请坐 我们还有两个数据合一下 等一下问你们呢 会不会打扰到你们 要不然我坐隔壁桌吧 没关系 刚好也快吃完了 服务员买单 好 稍等 服务员买的 pelvicoda 是吗 挺好 可以 啊 诶 体会 嗯 attends 能帮自己操作 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 我们也看了 招最后这两年 所有的经手的项目 只有二弟这个案子违反刘传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记得 一个普通的职员 这么做不可能过得去 除非大家今天想疯了 有可能 昨天拱动 二弟合作方 他们不认为赵子慧是 实际的操作人 高出的成本他们拿走了 怎么说都行 下午问责赵子慧 我再也不方便吧 这个项目你最痴心 赵子慧也是你的下属 你在场比较透明 我们不想弄得太尴尬 是 当然 我无所谓 我都来了 叶总 请慢用 你们不要再吃一点 没事 再咋 不用了 那我们先回公司了 好呀 好呀 辛苦啊 一会儿见 这是 进门可 não 有 已经分完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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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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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我刚到办公室 派出所约了我下午才会见面 正好办公室留点事情 乔妮可能认为RD项目是我操作的 什么 你再说一遍 乔妮可能认为RD项目是我操作的 你怎么知道的 刚刚吃饭的时候遇到 他还没问赵子惠呢 赵子惠下午肯定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他三十万都没收呢 喂 倩 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下午赵子惠如果否认RD的责任还算是好的 要是请那三十万 就不是集团法务找你了 肯定也要找我 钱都没给出去 那是他没要 人这么少 平时挤都挤不下 今天星期天 两年了 闭上眼睛 都知道怎么走这条路 吹牛 每天不管旁边有多少人 我都觉得只有我自己 别人都不存在 走啊 你不是说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吗 你是你也不是别人 快点 只有五秒了 来不及了 跟我走 别急啊 这个滤灯过了 还有下个滤灯呢 每个都不走就原地不动了 要不闭上眼睛试试 你不是说你闭着眼睛都能走完这条路 我一个人不敢 我陪你啊 有我在 你不是一个人 就这样啊 瞎子工马路都还有人带呢 我带你 你肯定会偷看对不对 不会 来 防止你作弊啊 来 绿灯了 来 绿灯了 你 你那个不要走远啊 只要你不跑 你别离开 我不离开 你发誓 骗你小狗 我不会把现在 PD 战长长在这附近啊 你不怕 你不想撤 试试试 神经病 你不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会儿问泽 你怎么说啊 别管了 好 请坐 我去请颜总 这是我们和颜总关于URD项目的问责背录 我可以看吗 当然 节约时间 余总 这个案子我们来负责 监控我们看了 我们同事今天也去取证了 我们希望尽快找到杂车的徐天 那联系赵子惠了吗 她说一点钟到公司 她应该已经在会议室了呀 余总 您的意思是立案起诉 还是协调赔偿 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吧 应该看徐天的态度吧 不好意思 占用二位周末时间 你们也辛苦 安娜已经回巴黎 她希望下周法务可以结束 对这个案子的处理 所以八二位亲到一起 我们开始吧 上一轮严总的问责 基本态度对最终导致 集团损失的操作并不值其 赵子惠 看了吗 看了 赵子惠 这一轮问责只是正对二迪项目 并不涉及其他业务 也不是质疑你对公司的贡献 明白 严总作为项目部的总经理 参与问责你有意义吗 没有 你只要做肯定和否定的回答 在我告诉你简单的问责 结束之后 你和严总有时间就对方的回答 与自己的回答有不相符的地方 可以做解释 双方做解释之前 对我的提问 只能做肯定和否定的回答 好的 二迪项目与合作方接洽处事 严总知道吗 知道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你吗 是 由于你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可不可以也理解为经手人 是 在项目部你一直对严总直接负责吗 是的 项目部大关架部门通过之后 与合作坊又做了新的合约 提高了成本十六个点 是你个人的意愿吗 换个问题 这是六个点的金额 你是否要求对方方还到岁身账户 不好意思 请问哪位是赵子慧 我 我是派出所民警 找你了解点情况 方便吗 徐天是你什么人 男朋友 赵子慧 包屁也是犯法 只不过砸车也犯法 当然 如果适逐坚持起诉力 马上就刑拘 这种情况少则半年 多则两年 没有你一样的 可以找到许天 警官 是吕总立的爱吗 人如果主动来了 双方还可以沟通 当然主要是看 施主的态度 人如果是我们带回来的 并且有包庇躲藏的现象 就没有余地了 所以你们是来抓人的 今天吕总也在 许天现在来 还有协商的余地 吕总在办公室 对 我们刚从他那儿过来 许天在下面 我打电话 喂 谢谢你的配合 好 我去叫他进来 赵子慧 你要去哪儿 我找吕总 刚才警察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他说他去哪儿 他说去找吕总 吕总 喂 吕总 赵子慧还得问责 来了两个警察 然后他说现在要去找你 怎么回事 还没看到他 还没看到他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请他尽快回来好吧 焦尼跟莱莉还在等我 问责到实际问题了吗 还没有 那可能要耽搁一下子 让焦尼和莱莉他们 稍微等一下吧 稍等一下 你怎么过来了 两个集团法务都等着呢 这么重要的问责 你快点过去 别耽误事情了 车坏了我赔 这事跟你没有关系 再说也不是赔的问题 我加倍赔 加多少倍 从十到二十到三十 谁都有脾气性格 你有我也有 你到底要把它怎么样 我告诉你啊 这个事情不是我谋划的 是徐前自己找过来的 幸亏只是砸到我的车 如果砸到我的人 或者玻璃划到我的脸 或者车失控了 后果有多严重 现在只是车 对 只是车 我没有什么后果 但是徐前有后果 我如果要立案起诉 就一定会立案 你应该很清楚 徐前多大 二十几岁吧 人生才刚刚开始 求你 你自己那么多事 都从来没有说过求 我不重要 我不重要 赵子慧 你是学经济交易的 求人要有砝码 其实你也不用求我 我和徐前还有警察 是一件事 你和严若周 还有Johnny是一件事 我只能告诉你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你无耻 赵子慧 你越来越有人情味了 终于有个人 在你心里比你自己更重要 我承认 这件事情 我是有些无耻 不用你说我都鄙视我自己 但现在 起码你理解我为什么了吧 因为在我心里 严若周比我更重要 我以前不明白 去吧 别让Johnny他们等太久 今天以后你就轻松了 事业重要 不如爱情重要 放下事业 换取爱的人 值得 你我终究 都是女人 对不起啊 没告诉你啊 没关系 我去问财 我去问财 如果文士早 在刚才那个地方等你 如果你早下去 等我 好 走吧 不 conf 对不起 去吧 Zither Harp 对不起 强妮 我可以开始了 好 那继续刚才的问题 二级项目 女合作方又做了新的合约 提高了成本十六个点 是你个人的意愿吗 是 这十六个点的金额 你是不是要求 对方发还到私人账户 是的 谁的账户 我的 你确定吗 是 你这么做 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吗 你是不是根本不热爱 YDHD与你的政府工作 热爱 但你所做所为 相较加入公司时的 自我评价 以及两年一关业绩 完全相悲 是的 怎么解释 不知道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如果确认可以签字 赵森队 你知道这一位置什么吗 除了开除之外 也许有心事责任 你可以不签 我可以指示开除吗 雯子 是我问你 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从现在起 你已经不是YDH的议员了 YDH全球分布 以及与YDH有业务交叉的所有企业 都不会再贫用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颜总 这两年 我学到很多东西 我是真心的 你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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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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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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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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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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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天 奉劝我 怎么样 你上次就昏过一次了 医生就要 就说你要出院检查 我就是困了 去医院 去 能走吗 当然能 你吓死我了 警察怎么说的 没事 我道歉了 这么简单啊 我诚心道歉的 我说贾小董 可以负责保险赔偿 那吕总怎么说 她说她自己有保险 你呢 黑锅还背不背啊 不背了 什么都不背了 明天可以正常上班啊 真的 真的 去医院 我想回家 混音 遗美 6儿套餐具 3面是厨具 抽烟机和管道 都已经交钱订好了 厂家都是上海的 只要打个电话 就可以上门安装了 购物小票和清单 都放在你的办公桌上了 买这些阿姨没问 什么也没问 今晚上就把她拖出去 明天下午两点 到红桥机场提货 好 明天几点都会吃 也是下午两点到 帮我订最早一班 高铁到上吧 那东西怎么办 我先到上海 明天下午再到红桥机 这不是更麻烦 许天班 赵子辉租了一个房子 我想看看他们住得怎么样 万一住得不好我也不放心 李姐 算了 他们又没结婚 我为什么要算